而台中市也传出一起夫杀妻的悲剧 这是一名男子他不忍结婚三十几年的妻子 癫痫缠身 他竟然是徒手掐死了自己的妻子 而之后他拿小刀气毒寻短 而且躲在路桥桥墩底下四天的时间 被警方找到 而他只说亲手杀害自己的妻子 对不起家里的孩子 我想去往儿子见面 远景在桥下 发现周西男子躺在桥墩上 气息相当微弱 因为他躺在这里已经四天了 完全没有进食 只有喝雨水来解渴 61岁的男子被警方找到时 全身脏兮兮 向警方坦诚 因为妻子长期罹患癫痫 自己照顾这么多年 已经心力交碎 亲手掐死自己的妻子后 躲藏在桥下 这里表示是他太太当天又有发作状况 而且情况还蛮严重 所以他在那个情况之下 看他这样子很不忍心 结婚三十几年却掐死自己的妻子 男子心里饱受煎熬 还拿小刀企图寻断 血迹沾满一裤 他公称 长期照顾癫痫缠身的妻子 已经身心俱疲 儿子到现场 他也没有折惯爸爸 他一直也说 他是一个好爸爸 也是一个好丈夫 警方先生在死者妇人的脖子上 发现勒痕 加上周姓男子又失踪 才会怀疑他涉案展开寻人调查 夫妻俩感情一直都很好 连儿子都不相信 爸爸会杀死妈妈 长期期望王一超成宇宙台中采访报道